婴儿刚出生时就一副风烛残年的面容 自己的母亲也因她难缠而死 父亲看到她的样子 也狠心将其抛弃在养老院门口 当仁慈的黑人女护工发现了她后 并未厌弃 反而将她视为一份来自上天的珍贵馈赠 大夫检查完婴儿的身体 称自己闻所未闻 她患有接近失明的白内障 以及严重的关节炎 皮肤老化四肢僵硬 此时她不应该是在墙堡之中 而是躺在坟墓之下 可女护工并不这么认为 一向信教的她 笃定这是上帝的奇迹 这个孩子日后一定会有一段不同反响的人生 于是和自己的男友 一同将她从养老院抚养长大 并换作她为本杰明 七年之后 本杰明与其他的老人不一样 她玩心四起 同心未敏 屋外戏耍的孩子们 总能吸引住自己 母亲却认为她身体虚弱 样貌害人 即使本杰明还是个小孩 也无法正常与同龄人玩耍 但母亲每周六晚 都会带她去教室祷告 这天甚至在神父的鼓励下 本杰明用尽全身力气 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作为神力的交换 神父提前去见上帝了 在这个养老院中 本杰明见证了太多人来人往 有老人说自己被闪电击过七次 而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退伍老兵每月清晨准时升起 还有曾经的歌剧家每月用嗓音 迎接一天中最好的开始 那些空的房间被一次次填满 时光荏苒顺成年 岁月变换人是非 直到某天新来的一位矮人先生 不会把本杰明视为小老头 反而带着他出门去喝汽水 一路上 矮人先生为本杰明生动 讲述了自己过往的故事 本杰明听得如痴如醉 他好奇矮人先生口中 那个真实的世界 不过下一秒 他就与自己的伴侣约会去了 让本杰明自己独行回家 错过末班车的本杰明 回到养老院自然被母亲一顿训斥 可这一天却是他最幸福的一天 又过了几年之后 本杰明的身体愈发好转 皮肤有所紧致 行动也不再如以前那样艰难 也是在这一天 本杰明遇上了自己的一生所爱戴希 情斗初开的他 望向跟前这个眼睛宛如蓝宝石 三分可爱 气氛灵气的小女孩时 心中顿时感到一阵莫名的悸动 仿佛与他的相遇 都是命中注定一般 虽然他看着行将就木 可实际上还只是一个 对世界充满好奇的12岁小男孩 戴希也乐意与这个老孩子在一起交谈 认为他与其他的老人不一样 可捉底下的约会 却被戴希的奶奶撞破 甚至还诋毁本杰明为老不尊 这让还是孩童心态的他 十分委屈与困惑 满眼不解地询问自己的母亲 但变化总是在发生 本杰明的毛发开始茂密生长 甚至连肩膀的肌肉都稍稍隆起 这一切都让本杰明兴奋不已 觉得自己终于到了看看世界的时候 于是应了船长的招聘 开始在一艘托船上干起来杂活 任劳任怨 从不拒绝安排下来的任何重活 在一次聊天之中 惊讶地得知本杰明活到这么大 近一次都未进入温柔乡 于是调转船舵 临时靠岸 带着本杰明来到了一处花柳巷 船长谈及自己有个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 然而当他七岁时 父亲却将他强行带上船工作 尽管如此 他一直坚信如果有机会 就应该大胆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终本杰明没有辜负船长的期望 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夜晚 知道了人生的意义之一 回家的路上嬉嬉酥酥地下起小雨 本杰明的脚步被一位富商所组 在一道同行的路上 他们走进一家酒吧 在这个地方 本杰明尝了人生中的第一口酒 味道很冲 但很有感觉 富商待他热情而和蔼 对他关怀备至 时光飞逝 本杰明又年轻了一些 戴希也长成了一个大女孩 在船长的同意下 本杰明带着戴希起航看海 戴希显得很是兴奋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海上 如果有机会 自己也要去远的地方多看看 当本杰明成年之时 他整理好行李 准备与船长一同踏上远洋航程 就在他即将离开之际 停停玉立的戴希 心生不舍地追了出来 表达了对他的深深眷恋 本杰明向他做出承诺 之后每到一个新地方 都会给他寄名信片 然而 这一次的离别 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戴希也在不断地训练后 幸运地被芭蕾舞团选上 开始前往世界各地 环球演出 本杰明白天就与船员们 在甲板上工作 到了晚上 就返回温暖的小旅馆里 也是在这里 与他的初恋首次相遇了 当他告诉戴希这个消息时 戴希的心情瞬间黯淡下来 他曾经有一个追求 那就是成为第一个游国 英吉利海霞的女性 但一次失败的尝试 让他一直没有勇气再次尝试 在旅馆里 两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夜夜畅聊到忘了时间 也是第一次由女人吻她 然而她始终是有父之父 直到某一天 突然从本杰明的世界中消失了 只留下一封信 上面写着遇见你真好 随着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袭 战火蔓延至美国 本杰明他们的船只 也被海军临时征用 作为打捞残骸的存在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他们所在的托船 突然遭遇了敌军的袭击 面对如雨般倾泻而下的炮弹 他们无力抵御 船员们瞬间伤亡惨重 而船长也不幸身中树弹 但也顺利撞毁敌军的一艘潜艇 临终前他对本杰明说 二战没过多久 同盟国就胜利了 时间来到了1945年 本杰明那年已经26岁 本杰明回到养老院时 母亲激动地走上前去拥抱他 但随后惊讶地发现他容貌年轻不少 多年过去了 现在的养老院里大多是陌生的面孔 但他仍能听到那个如此熟悉的雷迹故事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本杰明和归来的巡演戴希再次相遇 此刻他已经摆脱了老者的外衣 而戴希也成了一位恶挪多姿的淑女 煞时间竟未能一眼变出 彼此都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缘分 于是两人共进晚餐 戴希讲述着自己的舞蹈生涯 但他口中提及的名言 本杰明一个都不认识 戴希点燃一支烟 这一刻 本杰明突然觉得眼前的女人变得陌生 回家的路上 两人经过一处舞台 戴希在夜色下优雅地起舞 她的身姿如同一朵盛开的玫瑰 正当本杰明入迷时 戴希慢慢靠近她 然而她竟然无言以对 曾经的戴希如今已如此奇怪 而面对她的拥抱 本杰明果断地选择了拒绝 现在自己的这个时刻 不是与她在一起的合适时间 最终戴希失望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不久之后那个富商不请自来 带她来到了自己的纽扣工厂 向本杰明透露了一个早该告诉她的事实 那就是自己是她的亲生父亲 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本杰明目瞪口呆 现如今身患重病的父亲 希望能父子相认 随后他们来到父亲的家中 本杰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 通过父亲的叙述 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父亲希望能够将家产继承给本杰明 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难以接受 他责怪父亲当初的气质不顾 当他回到养老院时 隔壁的老人再次提到被闪电击中的往事 这次是他在遛狗的路上 看着眼前的老人 本杰明还是放下了心中的怨恨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早已不是当初的自己 最终他选择原谅了父亲 两人一起来到海边观看日出 只是彼此间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随着陈希缓缓升起 本杰明默默地陪伴父亲度过了一生最后的时刻 继承家业后 本杰明成为一位富豪 但他的内心始终无法忘记戴希 然而当他匆匆赶到纽约时 却目睹了戴希与另一个男人的亲密举动 尽管他们深爱对方 但又被命运再次捉弄 自此之后两人失去了联系 本杰明骑着摩托车在各个城市之间穿梭 心中仍然牵挂着戴希 然而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将他召回 戴希不幸遭遇车祸 使他失去了舞蹈演员大好的职业生涯 如今30岁的本杰明变得愈发的年轻 他承诺会照顾戴希的余生 但戴希不希望他见到自己狼狈不堪的样子 故意恶语相向 狠心将他赶走 然而本杰明并没有真正离开 而是暗中照顾戴希 直到他康复出院 接下来的时光里 本杰明架着帆船尽情享受人生 期间也和几位女伴共度了一些美好的夜晚 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淡忘戴希 然而他没想到有一天 戴希会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相互凝视许久后 本杰明走上前拥抱着他的爱人 也许对他们来说 此刻正是最合适的时间点 本杰明的容貌已不再衰老 而戴希也未显年轻 更弥足珍贵的是 那些年轻时的浪费和虚度时光 使俩人明白了人生的苦短 他们一同度过了一段最美妙的日子 期间 本杰明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和自己的养父 这俩个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戴希不甘心自己的舞蹈梦被埋没 就开了间舞蹈室 专门教小女孩跳舞 而他们也迎来了人生的终点 彼此的年龄重合 真正意义上算做了同龄人 依偎在本杰明身上的戴希 说出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本杰明极意外又恐惧 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如自己一样 无法度过正常的正向人生 而且自己以后会更加年轻 那时戴希无法照顾到他与孩子 不过戴希却不顾这一切 他希望一家人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碰巧本杰明看着电视上新闻 自己曾经的初恋 在68岁之际 成功游过了英吉利海峡 实现几十年以来未完成之梦 到了明年初春 本杰明的女儿顺利诞生 皆大欢喜的是 孩子并未任何疾病 女儿一天天长大 本杰明愈发担心自己也会变成小孩 成为戴希的一个负担 于是在过完女儿的一周年生日 本杰明变卖了父亲的家业 留给戴希供养他们母女俩 自己也开始了环游世界之旅 那是一场宛如嬉皮士般的心灵解放 多年以后 戴希在课后的晚间 看见了变成二十岁模样的本杰明 她终究还是忍不住回来探望家人 不过女儿自然是不认识眼前的帅小伙 戴希也组了一个新家庭 有了一个新的丈夫 到了夜里 戴希过来看望本杰明 无法抑制曾经在一起的感觉 旧情复然 十年转瞬即逝 戴希的丈夫告辞人间 少年模样的本杰明被人带到了戴希面前 因为在她日记中反复出现戴希的名字 但她却认不得眼前的戴希 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使她只能记得自己的名字本杰明 她待在自己最熟悉的养老院中 没想到 生命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在此度过 戴希也不辞辛苦地过来照顾她 戴希越来越衰老 本杰明也越来越幼小 直到变成了男孩 变成了婴儿 躺在怀中的本杰明 对着戴希露出那熟悉的眼神 戴希也知道 她在人生最后一刻终于认出了自己 本杰明《巴顿骑士》是一部触动人心的电影 她通过本杰明的奇特人生 展现了生命的无偿和爱情的力量 影片精美的画面和出色的表演 令人难以忘怀 布拉德皮特和凯特布兰切特的出色演技 让人对他们的爱情故事产生共鸣 电影巧妙地融合了浪漫和幻想元素 让观众沉浸在故事中 她深刻探讨了时间人生和命运的主题 令人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 电影奏 chuckle